人在善良,有五重忙也不能帮,是福是灾都会惹祸。 蔡康永曾说过,选择善良是一件好事,有选择性的与人为善,是一件又好又正确的事。 但我们心存良善的同时,要懂得自保,责善而行,更要懂得把善良用对事给对人。 因为有些人,即便你帮过他,他也不会感激你,就如农夫救的那条蛇,天生冷血,再无也是五不热的,反倒会在不经意之间反咬你一口,自顾自地逃生去了。 所以,生活中,有五重忙,再善良也不能帮,不然福也好,祸也罢,都会惹祸上身,费力不讨好。 第一,超出自己能力的忙,别逞强去帮。 古人说,力微修负重,言轻莫劝人,指的就是人要量力而行,行善也同样需要把握好分寸,能力范围之内的忙,能帮则帮,超出能力的忙,别逞强去帮。 强撑住做老好人,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,不仅让自己压力倍增,占用了自己的大量精力和时间,还可能是与愿违。 毕书敏曾说,拒绝是一种权利,就像生存是一种权利。 懂得拒绝他人,也是一个人成熟的迹象之一。 不帮逞强的忙,其实意味着给自己和他人都做出了最优选择,既不为难自己,又给了他人新的选择。 这才是对己对人最负责任的表现,别让面子功成,拖累他人,也别让不好意思,伤到自己,量力而行,才能帮对忙,帮好忙。 第二,伤害到另一个人的忙,别忙撞去帮。 曾经看过一个关于废弃铁鬼与孩子的故事,一个男孩在废弃的铁轨上玩耍,还有九个男孩在正常的铁轨上玩耍。 这时,一辆火车飞铁驶来,对孩子做任何提醒都来不及了。 不远处有一个道叉和一个班道工,班道工有两个选择。 第一,什么都不做。 这样在废弃铁轨上玩耍的小孩就能平安无事,而另外九个孩子就会死亡。 第二,把火车行进路线,搬到另一条岔开的废弃铁轨上,这样九个孩子就能平安。 而在废弃铁轨上的孩子就会为别人的错买单,失去生命。 如果你是这个班道工,你该怎么选择? 无论哪一众选择,都是对人性极大的考验。 生活中虽然先少有这种生死选择,但却常有类似的选择题。 帮助一个人,就可能会伤害到另一个人。 这时候,你又会做出哪种选择?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,你所谓的善意会对他人造成怎样的伤害。 这样的话,你的善意,其实是在作恶。 第三,替别人做重大决定的忙,别助急去帮。 世界上最大的遗憾,其实概括起来只有四个字我本可以。 而我本可以终有一种很惋惜的情况时,我的判断是对的,但我最终听了他人的选择,结果悔不当初。 智者千律必有一失,愚者千律必有一得。 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。 既然当初听了他人的意见,就应该做好他人判断有误的准备。 换一种角度看,作为帮助他人做决定的人,更应该慎之诱甚。 替别人做重大决定的忙,别助急去帮,别让自己的热心误导了他人,别让自己的局限影响到了他人。 杀安纯的少女里面有一段话,值得深思,当你老了,回顾一生,就会发觉,什么时候出国读书,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,何时选定了物件而恋爱? 什么时候结婚?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。 很多决定都是人生巨变,所以千万不要做扼杀他人生命可能性的刽子手。 不要帮任何人做重大决定,即使你有更多阅历。 因为,你并不能完全了解一个人,不能站在对方的角度综合地考虑到全部的因素。 有时候,价值观的差异,会让对方失去他最想要的,从而遗憾终身。 第四,涉及金钱与利益的忙,别盲目去帮。 越是善良的人,越察觉不出别人的居心不良,心思纯良的人,很多时候不会对人设防,他们的善良就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。 听朋友讲过自己的北漂时的一段经历,刚到北京工作时和一个女孩合租了房子,两个人性格很合得来,慢慢就变得很熟络。 有一天,室友开口向他借钱,人生病了,急需用钱手术。 朋友耐心地安慰了他一个晚上,还把自己几个月的工资都借给室友了。 室友离开一个星期后,就删除了他的全部联系方式,后来报警才知道自己是被骗了。 经常看到各众上当受骗的消息,有些骗子甚至还是自己身边的亲友,因为爱,人就有了弱点和软肋,因为信任,人的智商和理智就会减半。 于是,很多人掏心掏肺地去帮人,却让自己负债累累,让家人也跟着受尽委屈。 朋友亲人之间,遇到为难的事情,偶尔救急一下是人之常情,但是,老话说得好,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 永远不要太信任一个人,因为人心意变,世事难料,有些忙帮错了,会让自己踏入泥潭。 涉及金钱与利益的忙,别盲目去帮,有风险的忙,慎重去帮。 要记住,你的身后还有一个家庭。 第五,不被感激理解的忙,别委屈自己去帮。 一懂你养个恩人,一旦你养个仇人。 把玫瑰给了懂得欣赏美的人,它会回你一个微笑,把玫瑰给了一个不懂感激的人,它反而会介意玫瑰上的刺,认为你不怀好意。 你的善良也是如此,给了不同的人就会种下不同的果。 看到刘言,讲到这样一件事情,他家庭条件比较好,隔壁家的二个小孩就经常跑到他家里来玩。 儿子有什么吃得完的他,都大方地分享给邻居家的二个孩子。 有一次,他给儿子买了一个玩具。 儿子特别喜欢,就舍不得借给其他小朋友。 他为此还骂了儿子一顿,但是儿子还是莫听。 邻居家孩子就很不高兴地回家了。 晚上,他原本打算去向邻居道歉,解释一下,却无意中听到邻居说他吝啬,连一个玩具都不舍得给孩子玩。 邻居还抱怨他平时给自己孩子吃的东西分量太小,孩子都没有吃饱。 不被理解和感恩的忙,千万别委屈自己去帮,别让自己的善良黏上灰尘,也别让自己的一次次践踏。 一个不理解你的善良,不懂感恩的人,即使你付出再多,他都以为你的帮助是理所应当的。 哪一天当你无法再给予帮助的时候,他反倒会认为你欠了他的债。 人心不足舌吞向,善意给错自损伤,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,也永远为不保一个不知感恩的灵魂。 我们行善不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回报,没有棱角的善良,很容易被轻视,没有原则的善良,很容易被利用。 很喜欢一句话,善良和爱都是免费的,但不是廉价的。 你的善良需要带点锋芒,你的爱需要带些理智,毕竟不是所有人都配拥有它们。 用心识人,用心帮人,把善意拨洒到最对的土壤,才能生出更多的善意。 度人就是度己,用对了善良,不仅可以帮到他人,更能够帮到自己。 你的善良就是你的人品,人品好了,脚下的路自然宽了,人生路自然顺了。 你的善良里藏住好运气,日行一善,灾祸自会远去,福报自会降临。 你的善良就是最好的后路,爱人者人恒爱之,帮人者人恒帮之。 余生,愿你目之所至皆是善意。 余生,愿你的每一份善都能遇到善。